今天是陳吉仲大喜大悲 大哭又大笑的一天 他今天正式的離開了農業部 他有很多的京劇 他告訴大家 颱風之後菜價就是會受到影響 不要再怪農業部了 就這麼巧 剛好南明星蔣偉文 他發了一篇照片 小手抓了一把剩女小番茄 他說問大家 這一把大概十顆 要多少錢呢 結果後來他揭曉答案 這麼一把三百六十塊 三十六塊 一顆等於是三點六元 小番茄一斤一百八十塊 網友說超級貴 有人講說又不甜 皮又很厚 有人幫忙緩家 說不是產季會比較貴一點 有人建議說 乾脆賣換成芭樂 又比較便宜 結果人家說芭樂也貴了不少 貴了大概有四十%左右 剩女小番茄 其實從消費者那一端的話 從原本的每公斤 二十到三十塊 已經漲到兩百塊了 一口氣漲到十倍 所以到底要怪誰 要怪天氣 因為陳吉仲說我們要做好消費者的教育 不要再每次颱風來價格高 就要罵農業部 什麼都要罵 動不動就要罵農業部 有需要這樣嗎 但是有關蛋的事情 到現在今天都還沒完沒了 然後受害的幾乎都是我們的弱勢 或者是比較邊緣的人 弱勢誰 巴德農民之家 昨天大家去查 查農民之家 還有包括退輔會 問說是不是我們這一些農卷 老農民吃到了這一些外國蛋 這個不是國產的 說沒有啊 我們都是國產的席選蛋 而且是蛋商眾議提出來的 從退輔會到蛋商都說 我們都是國產的 結果沒有想到這一家 後來在立委的逼問之下 蛋商眾議坦承說 賣給退輔會的 其實是跟巴西蛋混在一起的 真的是混蛋 你欺負人家老農民 你覺得他弱勢是不是 你覺得沒有人關心他是不是 會不會太離譜了 然後還有包括現在 連女子監獄 桃園的女子監獄 他們也吃到了 也飆到了 現在還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吃到 他們有飆案 這些都是比較沒得選擇 你叫他吃炭也不能再說什麼 還有包括學生 農民 女監獄裡面的 還有包括學生 現在新北 可能桃園 台北 都要特別注意一下 北北已經出狀況了 桃園現在也在認真在查 新北十三個學校 八千九百餐了 這個已經吃到了相關的 這些混蛋 就混在我不是在罵人 就是混在一起的蛋 有二十家的食品業者 他們有跟出狀況的這些蛋商 福商盛 進貨 那做麵包跟蛋糕 還有烘培業是他們的最大宗 有把它做相關的罰則 然後有九百位學童吃下肚 二十多家屬其輔導的 這個補習班裡面也有受害 然後連弱勢團體 弱勢單位 他們做蛋品相關的 要推銷的 現在也受到影響 很多的消費者打電話去問 比如說新入基金會 魏武營的捷運站門市 這是他們的照片 那他們店家就 新入庇護工廠就一直被問 到底有沒有用到進口蛋 他們還要不厭其反的去解釋說 我們用的不是液蛋 我們都是打蛋 所以消費者請要放心 做愛心還要擔心 不要這麼害怕 然後現在有不動的各種爆料 TPPS的新聞網 有一個獨家爆料 這個滿厲害的 有蛋商他出事了 他說是他們的蛋商工會 裡面理事長告訴大家說 農委會有進口蛋 他貼出來的時間是8月21號 但是你看這照片上的日期 他說這一些外國進口蛋 效期只有到9月2號 甚至傳出來說 還有500萬顆 9月的時候還進進來 之前不是說7月中 是最後一批嗎 請教楊明 我們先簡單講一下 為什麼颱風過後 相關的物價就會上升 產量減少 供給增加 而且大家會想說 有時候會有預期心理 颱風還沒來 我先去買 把菜囤一下 所以像這個蔣偉文 他買到這個小番茄 小番茄現在跟7月中 我們光是兩個月前比 我們的進貨量就成交量 變成只剩四分之一 所以價格增加了三倍多 這個是批發價 所以現在特別貴 確實這跟什麼產季什麼沒有關係 所以罵農業部的都該死 其實我們必須要講 我們在台北 北部你可能感受不到說 今年颱風很嚴重或怎麼樣 可是中南部 三部五十什麼豪雨的 大雨的 豪雨成這樣 對 有很多這樣的狀況 確實在很多的農產品 就會受到限制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常態 但是不是說我們的農業部 就可以叫大家靠天吃飯嗎 不行吧 你今天農業部存在 就是要幫助解決這些問題 所以雞蛋的問題我們就來看 你看這是昨天大公司 義美他發的聲明 注意看他講的一件事情 我們的農業部沒有承認過 他說8月中旬 8月中旬國內缺蛋 我們怎麼不知道 8月中旬國內有缺蛋 然後他最後最下面他紅字 他說呼籲農政單位 趕快解決台灣缺蛋的嚴重問題 他是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還有缺蛋 他說我們還有缺蛋 可是我們的農業部不是說沒有 你說這個紅色字也是義美寫的 對 這是他們寫的 這是他們的聲明 那也只有義美敢寫 對 所以我說 義美公司不演了 他們講了大白話 告訴大家 我們的政府還有很多問題 他除了強調他用的蛋 是沒有問題之外 他也講出現在政府其實還在缺蛋 所以現在老實說 最近這幾個地方政府把義彈停下來 這個必須 我必須要講 這一定要短期 為什麼是短期 就是把那個眾議 把幾家稽查的公司的流項 搞清楚之後 確定這些流項 流到哪邊 回收完成 趕快開放 就是只要市面上沒有疑慮 就這些義彈 沒有混蛋的疑慮的時候 趕快開放 為什麼 因為義彈這種 在整個台灣的蛋品的消費上面 占了一層到兩層之間 等於說如果今天這些 你都不能用在哪些地方 不能用在哪些地方 那帶殼蛋的消量 那個使用量就要增加 使用量就要增加 會發生什麼事 又要缺蛋 然後現在進口蛋 又放在那邊 不敢動 所以後面講的說 還有蛋不斷的進口 因為我們的專案進口 我們這個專案 是一直持續到明年6月 我們的進口沒有停過 只是巴西不再進口的行列了 巴西的最後一批就是5月底 坐船7月中來到台灣 然後現在市面上 你看我們今天9月20號 我相信大家觀眾朋友都會知道 如果你看到一批5月出生的蛋 現在在9月份 已經9月20號 還可以 還在保存期限內 你敢買嗎 這才是這一次根本的問題 就是食安的疑慮 誰還敢買這些蛋 所以你說像這個農業部或農委會 把續產會他們把這個蛋 拜託這些加工廠的業者 趁著集齊 那個基本上就集齊了 你看8月21號 他說他只到9月2號 12天 12天 他8月 剩兩個禮拜 比半個月還短 沒錯 不到半個月的這個雞蛋 他拜託這些廠 我們這邊有一批蛋好便宜 不是好便宜 馬上可以提供 這有點像那個食神 但他一定便宜 不然集齊蛋我幹嘛買 便不便宜還真的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講 但是他就是主動 主動推銷 他們這個是主動出擊 不是業者問農業部說 我說哪裡有蛋 不是 是 農業部反過來推銷 對 變成說我們農業部有蛋 大家不要緊張 我們隨時可以提供 好 當然我覺得現在農業部 扮演這段角色是正確的 你扮演這個角色正確 但是你應該要提供 更離那個保存期限 更長的 更安全的 品質 更讓這個廠商不會害怕的雞蛋 所以你看像當你今天發現 不只桃園的眾議 今天連台中又查到一家 又是有這個國產的 把國產跟進口混在一起 而且是七月份就開始混 還說是農業部 農委會 那時候叫農委會 農委會叫他們這樣做的 還有其他縣市 也陸續的開始查出來 因為現在目前都還在清查當中 不過剛剛針對TPBS的 這個新聞網最新的爆料 農業部現在在忙 因為他們可能在忙著交接 還沒有正式的回應 忙什麼呢 陳其中今天正式的告別了 農委會 農業部 今天是最後一天 那他為什麼大哭又大笑 先講他大笑 今天下午的時候 在席別會裡面 因為農業部 把他弄的現場佈置的字體 看起來很像在一兵二兵 常常看到的這種 警醒聽 什麼聽到 所以他自己大笑 搞得就這樣子 好像大家都以為 我要跟大家說再見 跟大家拜拜 自己大笑 這是下午的部分 上午的部分他大哭 哽咽長達110秒 他細數自己過去 對台灣農業的照顧 他說每天99.9% 都在為農業部做事 那0.1%是為什麼 他說他沒有時間 理那些抹黑等等 倒是他說抹黑還沒力氣 我就想說他會花多少力氣 跟總統吵架 他說他常常因為政策的關係 跟總統吵架 他哽咽的感謝蔡英文 對他很尊重 然後最妙的是 他說他跟總統 常常意見不一樣 所以吵起來 總統會尊重他 然後他講了一句話 包括這一次的辭職 也都是一樣 所以是總統不要他辭 他堅持要辭 所以還為此吵架嗎 所以他說每次都這樣子 他從明天開始 就要回到中興大學 去當老師 學生們不知道會如何看到 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 我們來看陳吉仲 其實他是性情中人 所以在過去來講 常常看到農委會變農業部 他也哭 然後很多的政策 有一些疑慮的時候 他也哭 但他這次講了說 他特別點名蔡英文總統 跟他有一些意見相反的時候 他有積極爭取 我覺得從他這一次的事情 他到底要不要請辭 然後有沒有獲准 然後弄了兩天 然後最後蘇貞昌跳出來說 他根本沒辭 然後有人故意放話 然後到最後 其實我覺得你要去看這個脈絡 他應該是一開始 就被人家說了你應該要辭 所以他手機就關機 他也準備要決定要辭 但是蘇貞昌一出來講之後 他又復活了 但是他去民進黨的黨部 報告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 那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時間點 他應該是去打很團 對 打很團 對 然後到黨團報告的時候 所以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已經 命運已經注定的就是要離開 但是為什麼到最後 已經到7點多的時候 才發新聞 才寫臉書 我覺得最後應該跟小英總統 是有關係的 我覺得他應該不是 兩個的意見相反 他應該是尋求 蔡英文總統的一個奧援 但最後人家沒有理他 所以他才會離開 所以你把這個Sakura做給他 我覺得也沒關係 走了就好 當然剛剛也特別講到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除了總統之外 還有派系 到底新潮流在這中間裡面 扮演了多大的影響力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個派系 感覺比總統還要大 比行政院長還要大 現在派系放話壓垮 陳吉仲是最後一坑稻草嗎 最妙的是前環保署 副署長詹順貴 他跟這個陳吉仲 兩個人麻吉麻吉 因為他們都是學界出身的 都是社運出身的 情感很濃厚 詹順貴說 面對敵人我不怕 最可怕的從來都不是前方來的敵人 而是同一個陣營在背後捅刀 扯後腿的同志 到底是誰 大家還在採他告訴你答案 這個人就是鄭文燦 鄭文燦說陳吉仲 你政務官就要為政策負責 你要他走人 最大派系他雖然沒有講誰 大家知道是新潮流 新潮流已經不再尊重總統跟行政院長 有人基於農業部長的位置那麼久了 好啦 離開也好 寫這麼白 但撐不久 很快他就把它刪掉了 那被點名這一個最大的 背後的這個捅人家一刀的同志 就是鄭文燦 他確實有第一時間板著臉說 陳吉仲你還是要對外說清楚 然後今天陳吉仲離開了 他就另外一個 他說陳吉仲從主委做到部長 評價很好 政治的扭曲是不必要的 這個 不過確實人家走了 你也不能再說怎麼 也只能這樣說了 然後另外一個早上跟下午 大家會格外注意他的 是賴清德 因為根據吳子佳透露的民調 在這個禮拜淡的這個事情 已經讓賴清德民調一口氣 掉了7%這麼多 幾乎是發生了一個重大事件 才會跌到7% 賴清德動不掉 到底是不是因為他最後 真的沒有辦法忍受他再留下來 所以他最後就是施壓 不管怎麼樣 好 那陳吉仲下來 英系蔡英文不爽 沒關係 我們連新潮流的 這個林聰賢我們跟著下來 你的狗掉下來 那我們肥豬也把他掉下來 昨天有網友這種評論 好 那賴清德 早上被問的時候 陳吉仲請辭是不是要挽救你的選情 笑笑的 很開心的走過去 很久沒有看到他 被記者賭問的時候 是笑而不打 笑得這麼燦爛 到下午他到中常會的時候 他稱讚了陳吉仲 他說陳吉仲辛苦 展現了政務官的精神 過去為台灣的農業貢獻這麼多 但有人講說既然貢獻那麼多 又展現政務官的精神 何以要他離開呢 這個就要請教楊敏 首先第一個 就我的了解 你知道今天農業部 是警備森嚴 怎麼說 今天早上很多農業部的公務員 去上班 以前就是大家 因為現在很多上班 都還戴著口罩 就這樣進去刷個卡就進去了 今天所有的 前面樓下的保全 都會要求大家把口罩拿下來 要確定你是自己人 才可以進去 怕人家鬧事嗎 對 因為今天是陳吉仲 最後一天上班 最後一天幹嘛鬧事 他都要走了 怕有人混進去抗議或幹嘛的 所以今天 第一個就是農業部今天 警備森嚴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聽到的消息是禮拜一的晚上 就禮拜天那個烏龍什麼請辭 那個就過了 就算了 可是禮拜一的晚上 最後服務院黨 還是達成一個共識 就是陳吉仲 要在這個禮拜離開 那個禮拜一的晚上 也達成共識了 可是陳吉仲 看起來他禮拜二 沒有照這個劇本走 因為他也不斷的開記者會 對 不只是先去跟 民進黨團的總召報告 他鞠躬也都針對抹黑的事情 然後他都沒有針對 他說一整天都沒道歉 他到現在都沒有道歉 你看如果他昨天 他知道自己要吃 他昨天傍晚的記者會 一句話都沒有講到 他要走人這件事情 你如果真的 你就覺得你是一個壯士斷丸 你要有這種風消消息 易水寒 然後那種一去不復返的那種精神 你就在記者會講清楚說 很抱歉 我今天講清楚了 我要離開 沒有 結果他記者會結束 表示那個時候 他都還沒有要走的意思 還在掙扎 結果晚上 所以他是記者會結束說 接到訊息了 連家要我走了 趕快寫臉書這樣 我認為他最後應該就是 有人拜託他 你一定要離開了 然後所以最後就是8點 可是他很厲害 5點半的記者會開到6點多 2000字 他瞬間一下就寫好了 我認為那個是早就寫好的 是喔 隨時可以上 我跟你講這個很多政務官都是 要離開的時候要寫什麼 早就已經準備好 只是最後再論一下 所以我決定請辭什麼 其實格式差不多 你不用講說我決定哪一天請辭 好 可是重點是在於 陳吉仲一請辭 林聰賢跟著發臉書請辭 那就表示這兩個人 禮拜天的時候只有陳吉仲 為什麼到了禮拜二 變成兩個一起辭 那就是 我講這個就叫做 政治處理 就派系的平衡 你就會覺得很像雲豹的董事長 前董事長賴靖林 他辭掉雲豹的 你看後來在野黨要打雲豹 沒有 這個議題就在很多的 爭議事件裡面 瞬間消失 所以現在民進黨很簡單 賴清德的邏輯叫一降功成萬骨枯 任何人會影響到他選舉的 這個會有負面影響 就會很快速快刀斬亂馬 而陳吉仲跟林聰賢 這一次就是被斬的亂馬 其實他有點考慮到平衡的問題 就是讓這個事情不會 因為你陳吉仲走了 劍拔就會輪到林聰賢 兩個一起走 大家根本連真相都找不到 我現在還聽到 連農業部的畜牧師的那個司長 原本是林聰賢的機要 他也要一動 動得這麼大 但是我要請教 繼續請教雅敏一件事情 因為林靖怡昨天 其實包括謝忻 他有一些臉書上的發言 後來都遭到很多的反噬 林靖怡他說 其實你看只有陳吉仲 很認真的對外解釋 很多人都覺得事不關己 都沒有幫忙澄清 有人很害怕如果幫忙澄清 會被親朋好友罵 你是1450 不如少一試 可是我們在追查蛋的人 也被罵紅媒 境外勢力 什麼共鳴者 我們也沒在怕 如果你覺得對的事情 何必怕人家說 你是1450 上次王必勝 他就什麼都不怕 他跑去戰俠陳吉仲說 陳吉仲請辭是政務官的典範 有人講說 華爾街日報不是證實 秦剛的婚外情嗎 有人說秦剛可能會覺得 王必勝是他的典範 楊小三的典範 還可以升官 還有包括我們可以看到 有個新聞 今天是台電的代理董事長 曾文生 他在講他在做綠店的時候 遇到外界很多的質疑 做得很認真 很辛苦 可是大家就不斷的罵他 就像陳吉仲一樣 所以講到像陳吉仲的時候 他就兩度哽咽了 可是剛剛好 就這麼剛好 同一個時間 國家地理雜誌選出了這一個 地方的地方組的第一名的照片 大家看得非常震驚 他在一片荒蕪的光電板裡面 已經荒煙漫草 全部都攢滿了雜草了 他說荒廢的太陽能板 人類離開之後 逐漸的被自然給收復 被蔓延的植物跟塵土給覆蓋 不會收復 他會造成嚴重的污染 這一張照片得到了今年 地方組的冠軍 我不知道該哭的到底是誰 還有另外一個哭笑不得的 之前徐曉星不是被高嘉瑜酸 說他是足科工程師 要一顆一顆檢查這些雞蛋嗎 結果現在陳其賣跟其他 綠營縣市做法不一樣 他特別積極 他說現在我們調查 每一顆蛋都要算清楚 請教楊明 我們就先講 其實詹順貴跟曾文森 跟陳其中 他們都是小英 第一次執政的時候 2016年的時候 他們都是所謂的 用社會形象人士入閣的 次長級 就是像那時候 陳其中是農委會副主委 然後詹順貴是環保署副署長 曾文森到時候 應該是在經濟部的次長 所以就是他們其實 我覺得有一點那種革命情感 同一個世代 對 所以他們彼此可能覺得說 共識這麼久 所以他特別有感覺 那我們就尊重 這個曾文森次長的眼淚 不管他是真的假的 但是這個林靜宜他講這句話 其實1450 大家想到跟農業部會直接連結 就是不要忘記了 農委會發明了1450 這個用政府機關養網軍的 這個始祖就是農委會 那時候陳其中是副主委 那個時候的主委叫林聰賢 也是昨天請辭的人 所以我說不管今天怎麼樣 這些事情我覺得 總會這個蛋的事情 在陳其中 林聰賢 我剛剛講了 他們這些相關的人 都離開之後 你看禮拜五你就可以預示到 在野黨問什麼 陳建仁就是招牌笑容 還比OK 然後會跟大家說我們都會 不是 他比大拇指 他就會說我們積極來處理 然後我們都會好好的說明 然後我不懂的 我就請代理主委 這時候請問在野黨立委 誰會在乎那個代理主委是誰 所以但的問題 除非後續有更嚴重的 食安的議題 否則我認為後續 可能要再打不容易 國軍有出現一個很嚴重的 管理的問題 我們居然在海軍有中士 拿狼頭去打中校 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國軍的管理真的出現 很大的問題 不過立委現在也發現說 我們未來的部隊訓練 越來越要求更多了 說變成每一個兵 都要變成特戰兵 但我聽了 我想說有嗎 有這麼嚴重嗎 他為什麼 一般的愛兵哥 不是說特戰部隊的 一般的當一年的這種進去裡面 他短期目標 九月十二號到今年底 他要訓練你 每兩週一次 跑五千公尺 五千公尺 我們以前當兵早三千 晚三千 有些超一點的單位 真的特戰單位是早五千 晚六千 月收三十萬 怎麼現在兩個禮拜一次 五千你就會覺得 是朝向特戰化呢 我聽不懂 然後最後的目標 是要每個月增加一公里 到十二月單趟要十公里 不過軍方是說 我們沒有限時間 你把它跑完就好了 十公里 十公里 有這麼困難嗎 人家連半碼都不到 我們的愛兵哥 有這麼弱嗎 然後另外一個 要全副武裝 還有包括穿迷彩服 要三千公尺 也要來做這個新的訓練 第一階段 每兩個禮拜一次 要先穿什麼 先穿迷彩服 第二階段 慢慢加 加上了鋼盔腰帶 還有戰術背心 抗蛋板等等裝上去 就全副武裝 最後年全副武裝 還要做全肢的姿態的訓練 我們要這麼漸進勢 我們有這麼脆弱嗎 不過同一個時間 我們的愛兵哥 其實是很厲害的 我們的中士打中校 這個地方是在我們的 海軍的新訓中心 當然中士班長 他不是新兵 他是管新兵的 結果在九月十八號 晚上十點的時候 大家已經就寢了 這個時候訓訓中心的 這一位中校 他就開始去巡查 結果他發現說 這麼晚上裡面 鍋爐間為什麼 電燈沒有關呢 他非常生氣 講了幾百次 該關都不關 還需要我來巡 很生氣 所以他就去罵了 他們的中士的班長 也這位陽性的中士班長 不過他待比較久 他待了五年 那張信的中校 他其實只有待一年而已 雖然他是長官 但是待都沒有他久 他三十歲 他四十歲 他一氣之下 就拿了榔頭 去打這個中校的頭 應該打了至少兩下 因為他有兩次的撕裂傷 總共逢了九針 那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其實也隔了好一段時間 現在新聞才被揭露出來 當然就被移送來法辦了 那軍方人士被問的時候說 沒有那麼大驚小怪 沒有那麼嚴重 他說是因為當時爭執 中士太過激動 動作太大 不小心打到中校 打到的時候 兩個人都嚇一跳 怎麼回事 中士發現不小心打到人 立刻停手 嚇呆了 其他的官兵也立刻趕到 制服了中士 中校其實只有輕微的受傷 輕微受傷 逢九針 在之前沒有多久前 七月二十二號 一樣是海軍教準部的新訓中心 也是打架 剛剛是班長打中校 這個是真的四個月的新兵 去打班長 是因為班長叫他寫悔過書 結果他自機潦草 他一生氣就拿了滅火器 我們的部隊到處都是武器 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當然 如果以軍人就是說受訓 有這些所謂的越來越嚴格 當然都是好事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的 這個國軍的訓練方式 一期延長 他整個訓練要變得更精實 那才符合所謂的備戰的需求 所以我覺得不管今天是怎麼樣 什麼幾千幾千公里 那個不重要 跑幾千公尺或是跑幾公里 重點是要真的能夠符合 戰場上的需求 還是你只是希望他在戰場上 跑得快一點而已 他沒有意義 跑得快其實為 體力很重要 但是不見得需要跑 都只靠跑步 那當然這個海軍 這兩起案例都在海軍 那其實我覺得關鍵是因為 現在的這種所謂的暴刑犯上 他已經從這個所謂 我們過去有這個所謂的軍法 移到了一般的刑法之後 那所以也是有外 就不是再有所謂的 軍事法庭去審理 那整個刑責 比如說我舉一個例子 2017年在六軍團 那是陸軍的 曾經發生過一起 二兵去打中士 那個時候也是 其實也是意見不合的 2017年 對 2017年 那時候有軍閥嗎 那時候已經沒有了 那個就在紅中秋之後 就已經回復到一般了 這一位二兵 他不但是打了他的中士 他還罵了旁邊的上位 所以就是又有這個 暴刑犯上 然後又有這個陸罵 最後法官是重判 一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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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判 那如果是以前的軍法呢 你知道如果是以前 那個在金門 尤其在金馬這種前線外島 這個在戒嚴時期 暴刑犯上是唯一死刑 那是以前 很久以前 早期 以前軍法非常嚴格 尤其你在前線 前線就視同作戰 所以這個就是 像這樣的一個規範 對現在 尤其我覺得海軍 尤其是18號那個案例 他拿鐵錘攻擊的 那一位加害者 他是志願役的士官 他是士官 然後志願役已經服役六年了 在軍中還會發生 這樣的狀況 因為有很多是新兵 他適應不良 或是說 像比如說有一些案例是 他的精神狀況 有些狀況了 所以他可能就是用這個方式 去表達他的不滿 可是當你已經是一個 服役六年的士官的時候 你還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那到底是軍中的不當管教 還是說軍中有一些 什麼樣的問題 我覺得這可能是結構性的問題 尤其都發生在海軍 這個國軍 國防部要好好地去查明 要去查一下他們管教上 到底出什麼狀況 不過裕鳳要請教一下 我們一直以為 醫院裡面大家都很祥和 很祥銳 也不希望有暴力 沒想到在花蓮玉里醫院 本來這個地點聽起來 應該更是平和 對 平和的地方 就經傳他們當地的 有一個紹興的醫院醫生 他被舉報說 他有私腸槍械 而且還在醫院裡面試槍 砰啊 我說在醫院裡面開槍 這還得了啊 還第一次聽到 結果去查 真的在他的宿舍裡面 查出了這個改造的槍枝 包括了這個磚孔機切割器 都是他自己手把手地 把它把它做起來 太厲害了 這個醫生平時白天看病人 晚上當製造手槍的 這太厲害了吧 那他說他是好奇 好玩 他並沒有開槍 然後更妙的是玉里醫院 介入調查之後 他說目前為止 要無罪推論 司法判他罪行之前 他都是無辜之人 對 無辜之人 所以他照常的看診 所以你今天 明天 後天 大後天都會看到他在看診 那當然玉里醫院 在去年12月的時候 有警察去到他們那邊 教他們如何拒絕醫療暴力 如何防身 真的是病人不要太白目 現在醫生除了會功夫 可能還有這個槍枝的 搞在的能力 那今天早上我們也聽到 新北市很有名的這座山 觀音山 很多人都會去爬山 因為他其實爬起來很親 很親民 不會太累 但沒有想到在達摩洞裡面 居然有傳出 有一個四十八歲的人 他突然因為平安餐分配不均 所以他就對其他的 跟他在一起生活的人 拿刀去揮他們的頭 造成有六位的道友 受到了很嚴重的這些傷害 其中有兩位是最嚴重的 請教玉鳳 好 我們先來講這個醫生 過去來講 大家都聽到很多 急診室的暴力 所以很多醫護人員 都想要去學功夫 或是要學怎麼樣的自保 但是自己改槍 我覺得這個醫生 也太厲害了 你要改槍 工具都有了 但是你這個原始的這一把 你的母體是去哪裡拿來的 你不太可能 你去路上就買得到 你網路上面應該是 去跟他拿操作槍 或者是跟一些有背景的人 哪一些 因為你不可能 就算你的智商再高 你考上醫學院當的醫生 你沒有一些基礎的 車闖工程的一些技巧 你是無法自己改槍的 所以現在恐怕要查一下 他這個槍原本的來源 是來自於哪裡 我覺得你自己在 可能是你的宿舍裡面改槍 有沒有開槍這件事情 我覺得應該要查清楚 如果你沒有開槍 人家怎麼會知道你這裡有槍 對不對 而且你都改造成這樣 你不試槍 對 你是做模型嗎 你就說不過去 你就做模型就好了 我覺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這衛福部的醫院 如果你是一般的私立醫院 私人的醫療集團 你被弄出來 私人醫院也不行 只是說功力更扯 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是私人醫院 怎麼可能讓這個醫生 繼續看診 繼續照顧病患 你會有這一方面的一個興趣 好 我們尊重你 但有沒有可能他們當地 也不好找醫生 我覺得這應該是這個重點 可能是大家的loading 已經太重了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 扯什麼無罪推論 我覺得應該就是說 在那個地方 然後醫療這邊 恐怕沒有那麼容易補上人力 所以才讓他這樣 但是我覺得 如果發現他有改造槍械 這個罪責會是多重 我覺得改造槍械的話 這應該是幾年的問題 這個恐怕是要關的 現在他的重點就在於說 他這一把他改到什麼樣的情況 你現在東西被查到 送刑事局 刑事局就要打一次看看 簡單來講 就是有沒有超過一定交耳數 如果超過一定交耳數的話 那你這個就是 刑責就中罪了 就中罪了 一把大概五年 你現在的改造槍 已經變真槍一樣了 所以一把是五年 我覺得如果真的 那時候有這個殺傷力的話 這個醫生來講 他到底還能不能看診 因為一般民眾擔心說 你那殺戮器這麼重 你還要看醫生 可是這個東西 就變主管機關 衛福部說他可以 他就可以 因為他們是衛福部的醫院 如果你是一般的私人醫院的話 當然不會讓你繼續去看診 只是我覺得你這個 真的可以嗎 是要不要趕快調整一下人力 然後趕快派個醫生過去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刑事局來看 他有沒有殺傷力 不會太久 頂多一兩個禮拜 在這個時候你先幫他處理好 然後看完該走法律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覺得有一個重點 他怎麼會壓力到要去改槍 是不是也要做一下心理諮詢 或者是壓力沒有很大 才有時間去改造槍子 也有可能 開網的話也沒辦法去搞這些 那你怎麼看關於衫這個事件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長期那邊的話 達摩洞 他那邊就是一個道場 他這一次不只是平安餐 就是因為這個兇險 他是長期住在那裡 所以他等於就是一個老大哥 然後都會有一些其他的道友 他也抱怨其他道友 送經或是念佛號的聲音 太小聲 所以這個地方 太小聲 太小聲 所以他會覺得說 你們都不夠虔誠 那他可能個人狀態 對 所以這個的話 我覺得那個地方 一直以來都三不管 還是要找人去看一下那個地方 到底有沒有問題 好 我們更多話題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苗栗發生了一個非常嚴重的植災 真的沒有想到一跌下去 瞬間人就燒成了 連骨灰都還要 這個已經沒有辦法 驗出DNA的狀況 地點就發生在苗栗的這一家 煉鋼廠 建順煉鋼廠 一名已經工作了30年老員工 餘姓的男子60歲 他操作相關的設備的時候 本來要掉這個肺渣 不小心從三樓高樓墜下來 掉到高溫的墊乳裡面 這一張照片裡面 就是他掉落的地方 然後他的屍體 我們幫他做這個處理 事實上他已經只剩下一些 比較主要的大的骨頭的部分 那因為他碳化太嚴重了 所以連DNA都無法提取 所以對檢察官來講 他也很難判斷 是不是真的是一具屍體 他只能依照現場 其他的目擊者的工人 這個工人的說法 去寫相關的證明 他是屬於一個高風險的地帶 他自己一個人 在三層樓高的地方 獨立作業的時候 他應該要有安全配備 就是要讓他不會掉下去 那怎麼會這麼輕輕鬆 就掉下去了 那這個人又特別老實 老員工三十多年 等於說他年輕的時候 就進到這一個單位去工作了 常常騎腳踏車 全身無情麻黑 辛苦人 非常非常辛苦 那他的家人 應該是非常難過 那這一家 同一家這個工廠裡面 二零一六年五月的時候 就發生了一個工人 獨自電焊作業遭到電死 隔不到兩個月 又發生了有一名工人 高溫鋼杯給他砸中了 送醫後不治 苗栗的安全衛生中心主任就說 他真的很想要讓這一家工廠要停工 一樣植栽 還有另外一個狀況 現在中國大陸有一種東西 叫做防猝死套餐 因為他們的年輕人有所謂的 九九六跟白加黑 什麼是九九六 早上九點到晚上九點才工作一整天 一週工作六天 九九六 白天加班加到晚上去 他們的這個當地的一些醫療單位的醫生 就講說猝死的人越來越年輕化 這兩個月就發生了五六例 而且年輕化集中在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 照理講這一些人的肝是最新鮮的 怎麼會出這狀況 所以有所謂防猝死套餐 包括Q10 魚油 葉黃素 維生素等等 這樣的一個組合 就是各種不同的保養品 防止你猝死 不過醫生說沒有這種東西 請教玉峰 好 我們先來看這個劍順煉鋼廠 它已經長期以來 都有這種公安意外的事情 那什麼叫做電爐 就是以前的 你煉鋼的時候用高爐 但是高爐它不好操控那個溫度 所以台灣就把它弄成電爐 你可以隨時調整裡面 你的鋼材的一個趴數 這個東西在三層樓高 其實你去清理的過程 你要非常的小心 你至少要有一個確保繩 但是目前看起來 它直接就掉下去 可能連確保繩都沒有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拿命在賺錢 我覺得你一定要想辦法 不是說他們每一次 然後就停工 然後安全檢查完之後又復工 因為過一陣子又死一個 你看2016年死一個 5月死一個 2016年7月死一個 然後現在那個電爐是1000多度 你掉下去之後 你真的是完全淡化 然後你要把它的遺體拿出來 還要等它降溫兩天 還要等兩天 還要等兩天 因為它的爐太高溫了 對 溫度太高 你先想看 你在家裡煮開水 你100度你要慢慢的冷卻 它是1000度 所以我覺得這種產業 一定要特別的一個風險管理 如果業者不做 那你就讓業者做不下去 不然這個真的太可怕了 好 再講這個996白加黑 其實這真的很危險 以前我們去跑災難新聞的時候 也都是7點到7點 譬如我今天早上是白天7點 到晚上7點 那陽明跟我交接班 就是互訂 晚上7點到隔天7點 我們以前有個同事 真的是連線到最後就倒了 所以他後來就離開這一行 所以 我以為說你 沒有 沒有往生 就是他還那個 為什麼很多這種都是年輕 集中在20多歲到40多歲 其實很多人在這個年紀的時候 你會覺得自己勇猛無敵 你會覺得沒問題 7點到7點 9點到9點 白天出去到晚上下班 白加黑都沒問題 但是你在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你是長時間 積勞成績的話 反正這個東西是會累積的 你不要以為說 我再回去睡個幾天就好 其實沒那麼簡單 你說吃這個東西有沒有用 比如說Q10 魚油 葉黃素 他應該是讓你的身體保持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抵抗力 你說要猝死的話 醫生也說了 猝死恐怕是沒有辦法 這樣子來避免的 他說這個其實沒有辦法 做他的治療或者預防的作用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自己的公時 不過直在意有另外一種狀況 還有包括有消費者 他去逛UNIQLO的時候 在西寧市逛UNIQLO 結果他就被店員說 你是不是沒有付錢 衝出來 掐著他的脖子 把他往櫃台推過去 後來發現說人家其實已經結帳了 原來還是一場大烏龍 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好 網路上什麼都罵什麼都不奇怪 有一個產品引起大家的注意 在蝦皮裡面有144個人下單 買了什麼東西 屍體的除錯位 而且是人的喔 人的屍體除錯位喔 那最奇怪的是 你買這個幹嘛 難道你要殺人嗎 會有人買嗎 144個人下訂單 而且還有買家好評 買家的使用心得說 我買過很棒喔 房間沒有味道 什麼意思喔 他房間曾經有殺過人嗎 那包括他的這些網友質疑說 買了警察就會上門嗎 會掉出多少的兇手呢 這個請教 好 我們覺得這個東西 你有聞過屍體的味道嗎 我有 我也有 921 但921那個不算屍體 那是消毒的味道 對 我們是聞過很多 有新鮮的 有熟成的 所以我們聞過之後 你會發現說 你用什麼樣的一個清潔劑 都是清潔不了的 你那個屍體的除非 尤其是它已經超過兩天 三天 有一些東西跑出來之後 是沒有辦法消除的 但這個東西 我上網去問了一下我朋友 還真的很多人買過 然後買來用來幹嘛的 很多的房東在等房客搬走之後 因為有些房客 他的生活的習慣比較不好 然後他都長期沒有開窗 所以你要等到他通風之後 把味道給去除掉 沒那麼簡單 這個就是一個強力的清潔劑 那就是把它處理掉 就這樣子 你就把它當作是一個清潔劑 那你說真正 我也有一些朋友 他們在做清潔公司 那他到底能不能 除掉屍體的錯位 有一種清潔公司 我朋友他在做的 他是專門處理命案現場的 這個是沒辦法 這個是沒辦法 他們平常怎麼處理 他們很厲害 他們要自己調配 他們的清潔劑 這個是他們的獨門秘技 獨門秘方 對 他說這種東西 你說我路上買得到的 怎麼可能5號 用的話大家就不用找他們 因為他們的收費 是非常非常高的 其實Case也不多 所以可能就是單次的 這個價格會比較高 那會因為他下單買 警察會去注意他嗎 不會 當然不會 現在台灣的警察 不會那麼無聊了 所以如果真的 你有房子出租 然後你回來要收拾的話 這個是可以試試看 那你怎麼看 雲露摳摳摳這個事情 這個東西我覺得 真的是那個影片看完 我覺得滿傻眼的 因為他在那邊哭 看起來前面確實是有誤闖 台灣也常常會這樣 可是我有看過台灣的人 都非常的客氣 他說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們剛剛沒有消遲到 我就幫你消遲一次 對 台灣是這樣的講法 但如果真的像他講的 就是掐到 撲到 那我覺得這影片 大家比較尷尬的是 怎麼沒有一個UNIQLO的主管 出來跟他解釋一下 因為他裡面的 會不會掐他人本身就是主管 那如果這樣的話 應該要直接講 我覺得通常這種狀況 就是他們店裡面已經很多次 這種類似的狀況 所以當他先入為主 覺得這個人就是沒有結帳 要繞跑 所以他就會用這麼強的力道 可是還是很奇怪 畢竟現在到處都拍得起來 因為UNIQLO我不知道 但是你知道嗎 台北車站以前 後面有幾個書局 我們去補習 南洋直接補習 他們那個時候 員工是跟我們講說 如果是在你當班的時候 你點東西 譬如說你今天晚班 你點 然後少的話你要賠 所以他們是眼睛非常利的 他就等於說他會直接把你鋪倒 因為他要賠 但UNIQLO要賠 店員要賠 我覺得這個也算不太對 那附近沒有輸電很久了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韓國天團Black Pink的Lisa 她到底是不是要離開韓國 要到美國發展呢 今天有特別的新聞 引起大家的討論 他們在首爾的安口廠裡面 Lisa跟大家講得很感性的話 他說非常感謝不管天氣好或不好 你們總是支持我們 很感謝你照亮我二十多歲的人生的你們 那大家想說你講得這麼感性 彷彿以後不會再合體了 而且你是不是要離開首爾呢 現在網路上驚傳說 YG給他的續約價是13億元 可是到現在都還沒有官宣的消息 說他已經簽約了 甚至有網傳他兩度拒絕續約 他提出來13億嘛 那現在有一些外媒報導說 Lisa正在跟美國的唱片公司合作 價格高於13億 甚至連出幾張唱片都已經談妥了 不過現在林氏璧也特別提出來 他去查了 這個消息來源是來自一個Twitter的帳號 他的追蹤數呢 其實只有少少的2.7萬 完全不像是一個震驚的媒體 尤其K-pop呢 有特別多的各種謠言 因為只要有Lisa 不管是真的假的 通通都有流量 所以對相關新聞 林氏璧他們查的特別嚴格 那前陣子有另外一個新聞 說Lisa他們官宣告訴大家 9月28號他會在法國巴黎封馬秀 那有人認為說韓國頂流的女明星 去參加這樣的表演 到底是所謂何來呢 現在就驚傳說 他是不是為了美國的市場 他加入了光明會 光明會據傳 他掌握了全球將近90%的財富 很多第一集的大明星都有加入他們 那他們的號制就是一顆大眼睛 所以小假斯丁裡面的手臂 中間的刺青就是一個眼睛 Beyonce他也做過這樣的一個造型 不過這樣的造型 其實很多女明星都有做過 那2021年Lisa手戴全市之眼 也讓人家覺得說 他是不是要告訴大家 他已經加入了光明會 不過這個都是屬於傳言的部分 特別請教楊明 首先第一個就是 到底Blackpink他們的團員 到底會不會跟他們的 YG娛樂去續約 現在是所有他們的粉絲 引頸其盼的消息 不是聽說已經有一個人續了嗎 對 但是我說尤其Lisa 到底有沒有辦法去續約 因為現在所有的傳言 都在他身上 那當然我覺得林氏碧醫師 他有這個查證的精神 我也去看了一下這個推特 他這個推特賬號 比較像是一個農場 農場網站 所以他就是網路上 去收集一些資訊 可是目前就我的了解 是像K-pop的 關注K-pop的相關的一些 部落客或是說 相關的一些這種網紅 都強調目前YG娛樂 沒有官方的說法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大家就再等一下 但是因為他們的合約 原本是到今年8月 所以他們原本就是在 預計在巡演 就是這次演唱會巡演 結束之後 可能會有進一步的消息 所以這幾天 為什麼這些傳言 這麼多就是因為 演唱會剛落幕 所以演唱會之後 很多這種關於Blackpink的 動態消息都會開始流傳 那都會有流量 比如說像 但是光明會的部分 因為聽起來滿傳奇的 光明會 光明會當然這個是一個 某種程度叫做都會傳說了 你知道嗎 光明會相傳是一個所謂的 他裡面有好幾個家族 去控制了全台灣 全世界90%的財富 因為主要比如說一個叫 Rothschild的家族 他是猶太人 猶太家族 他當初是被希特勒 這個是迫害 後來他在美國 因為掌管了他什麼 比如說像洛克斐勒 也是被說是光明會 所以石油什麼 這些負商掌控的一個 政商的組織 其實你知道以前 曾經有媒體去專訪 李登輝的時候 李登輝在講 Rothschild家族的故事 也就表示 連我們的前總統 都很關注這個議題 所以光明會在很多的網路上面 他們都在討論說他到底